调查报告公布 中国机场原型穿航3U8633航班玻璃为何破裂? 穿航3U8633航班吗? 两年后,2020年6月2日,中国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网发布消息 2018年5月14日发生的穿航3U8633航班被降成都事件的调查报告出炉 调查报告显示 本次事件的最大可能原因是 B6419号机右风挡风严可能破损 风挡内部存在空腔 外部水器渗入并存流于风挡底部边缘 电源导线被长期浸泡后绝缘性降低 在风挡左下部拐角处出现潮湿环境下的持续电弧放电 电弧产生的局部高温导致双层结构玻璃破裂 风挡不能承受驾驶舱内外压差从机身爆裂脱落 请大家收好